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在前面谈十二因缘的时候呢 我们曾经简单地提起过 缘起信空这四个字 其实不论学佛 或者是没有学佛的朋友 都常常听到缘起信空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难免一知半解的望闻生意 它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奥的含义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先生姐好 师父讲到缘起信空 我想很多人都会 自己给他解释一套 那么自己会很了解 譬如我也是这样 那么后来我才发现 其实缘起信空 好像有非常深奥的含义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 为我们说明一下 可以简单地讲 也可以复杂地讲 简单地说呢 就是任何一样 现象 就是任何一样东西 任何一样事物 它的出现 它的发生 都是由于许多的因缘 配合而促成的 并不是说突然间就出现 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一个种子 种在泥巴里面的时候 需要阳光空气水肥料 土壤很重要 这些加起来 还要加于人工 去给它不断地去照顾 那这个种子才能够发芽 才能够长出 一个人把一棵 或者是植物出来 这个就是因缘所成的 原来有没有这个东西呢 原来这是一个种子而已 它并不是一棵植物 或者是一株草 然后呢 它这个又经过一段成长的过程 它会衰老 虽然老以后呢 又会变成死亡 死亡以后就变成腐烂 腐烂以后又不见了 又回于大自然去了 对 回归大地 所以任何一样东西 它都是暂时的因缘 合合而成 没有一样东西 是永远地存在 因此呢 我们叫做缘起 星空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草 有草的性质 木头有木头的性质 石头有石头的性质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性质 但是呢 是不是永恒的呢 不是 它是常常 由于因素的 因缘的变化 而它这个性质就变 比如说 我们现在这个花是黄的颜色 黄的颜色是不是 就是永远黄的呢 不一定 它慢慢的会被人变哭了 这个萎缩了 可能变成白的 也可能变成焦的 也可能变成黑的 到最后变成没有颜色 那这是什么原因 所以这个颜色黄啊 这是暂时的 并不是真正的 有一个黄的本性 不再改变 它由人来讲的话 很多人认为 说人是有天生的 天性 对 有 但是呢 被定 人呢 通过教育的因素 以及通过环境的 这个因素 以及通过啊 人的生长过程之中的因素 人是会改变的 所以是呢 我们称为一个年轻的人 所以叫做可塑性 很高 所以叫做可塑性 就表示 说这个人呢 没有一定 他是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性质的人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 性能的人 那 这叫做 这个空 性空 性呢 有的不是没有 这性格 性质 都有 这都是暂时的 有的因缘 将加以后呢 它就会改变 这个因缘 有的是促成它成长 有的促成它 这个 衰退 和腐败 到最后呢 消失 那这些 我们叫做因缘 因缘 因缘生 因缘迷 任何一样东西 这是原生 缘迷 在原生 缘迷的过程之中 临时有 真正的 没有 这个叫原生 性空 我想许多的人 都能够了解了 比如说 再说的 简单一点来讲 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 她的本性 应该就是个女孩 她不一定的 过一段时间 她是太太 再过一段时间 她是 妈妈 再过一段时间 她是婆婆 做女孩的时候 她的一个性格 或者是 她的这个 性质 跟做太太的时候 不大一样 是 她的身份不一样 对 她的观念 以及她的这个 想法做法 都不大一样 对 我想做 女儿的时候 很娇啊 可能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到做太太的时候 就要多学一点 做妈妈的时候 就更不一样了 当然 你做的婆婆 又不一样了 做的婆婆 你的想法 你的做法 又不一样了 同样的是 站在一个 年纪大的人的立场 对 对待媳妇的时候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要比对待女儿更好 因为就怕 得罪了媳妇 这个 晚不得 得罪了媳妇 恐怕失去了儿子 这个有一种可能 另外一种可能 对待媳妇坏 对了女儿好 为什么 女儿是自己生的 媳妇是人家的 她现在看来看 就是不顺眼 所以菩萨之间 有可能 产生一些摩擦 这也是性 但是 只要观念 改变一下 会调整过来 是 怎么改变 怎么改变 只要观念改变 就是说 对媳妇 你要有平常性对待 不要特别对她这么好 也不要特别对她不好 所以了解这个 缘起性空这样的观念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 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啊 因为都在变 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变的 对可塑性 对可变性 还有呢 有生意性 所以就不要那么执着 是 先师父开始 师父说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 缘起性空的道理的话 也许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就不会那么执着 也就不会那么痛苦 那么更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 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智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